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由天文台製作的天氣報告 我想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去玩水上活動玩得盡興的話 適當的天氣配合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天文台的網站裡,有一百網頁專門設計給玩水上活動的人士 裡面將很多相關的天氣資料都放在一起 方便去玩的人士作出適當的準備 最近更加新增了為滑浪風華人士提供的風速預測 在上星期五,即是1月29日 天文台當然為了這項新增的服務,舉行了記者會 不如現在我們看看科學主任介紹這項新的服務吧 天文台上星期五開展了一項新服務 大家只要進入這個網址就可以應用這項服務 這項服務主要應用了支援09年東亞運動會 一個高分辨率的電腦模式 提供全港有10個滑浪風帆熱點的詳細的天氣資訊 大約每早上五點半左右開始更新 包括由早上七點到下午六點的風力預測 紅色的棍代表風力都頗大,達到每小時25公里以上 如果再按進去就會見到 在熱點附近的一些自動氣象站實時的天氣資訊 例如溫度、濕度、風速、風力等等 另一方面也看到在附近的一些天氣實時的照片 特別的是我們也發出一個每小時天氣的預報 主要是溫度、降水、風力、風向 也有雲涼的預測 希望這個新的服務可以幫到大家進行水上活動 好多謝陳主任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來聽聽天氣服務主任Tony 講講這個星期的天氣 大家有沒有發覺今星期後期的天氣 都是大致多雲和有些薄霧 氣溫比起周初為低 其實原因是因為華東有一個高壓脊 為廣東沿岸帶來一個清淨的偏東氣流 而這個偏東氣流為沿岸帶來少量的天氣 而另一方面在地面就吹進一些較涼的偏東風 反而在高空上面就吹進一些較為溫暖的偏南風 而溫暖的偏南風就爬過了地面上的偏東風 所以令到廣東沿岸的區域比較多環和薄霧了 而我們天文台在今星期六島最高和最低的溫度 介乎在16.3度至24.5度 的確今星期後期的氣溫是比周初為低 主要是受到之前所說的清淨的偏東氣流所影響 接下來就由我們的科學主任講講 周六和周日的天氣預測 在衛星圖片我們看到有一道廣闊雲帶 覆蓋華南地區 而令到我們本地的天氣都會多雲 我們預計這道廣闊雲帶未來幾天也會持續影響我們 而星期六的天氣方面 因為我們持續受著多國的風影響 風勢會是清淨 天氣會是多雲和微雨 而星期日開始就有一點轉變 因為在影響我們的多國的風 介紹會受到一股潮濕的氣流取代 星期日和下周初開始 我們的天氣就變得較為潮濕 氣溫會逐步回升 還有有一點霧 也相信會有一點雨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